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马龙和樊振东他们已经打完了新加坡比赛 那么接下来他将会稍作休息 后续在北京继续集训来备战4月份新乡的冠军赛 那么在这一次打完了新乡大满冠比赛之后呢 因为马龙不敌樊振东丢掉冠军呢 那么对很多媒体来说呢都非常关注 他接下来是否还会继续坚持下去 还是说呢在这一次选择体面的退役呢 就在最近回国之后 马龙参加了我们乒乓球国家队安排的一次官方活动 那么在这一次也正式回应了记者的一些疑问 那么在这一次啊有记者就问他说 接下来是否要打算征战巴黎奥运会 打算再打几年去退役呢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马龙也给出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他说呢其实我接下来的话还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退役 那么就像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我很有可能再打几年 也很有可能再打一个月 很有可能明天我就退役了 都说不清楚 主要是看自己的状态和自己的一些心理情况 所以从马龙这番话当中 其实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呢 目前马龙的一个境界 已经和年轻时候呢完全不一样了 他说年轻的时候呢 和王储夕呢 在十年前呢大概年龄也是这么大 一心想着拿冠军证明自己 但现在呢他的一个心态 很明显已经完全不一样 主要还是享受比赛 然后呢能够兼顾到家庭和事业这一块 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他主要就享受赛场带给自己的快乐 如果哪一天不快乐的 他可能就不会在这个赛场当中继续打下去 所以我觉得随着目前在上午十点钟左右呢 媒体报道官宣的这么一个消息之后呢 我们也终于了解到马龙这一次 到底有没有退役的一个问题 目前暂时是没有退役的这么一个决定 不过接下来的话 如果他的一个状态受影响 或者说自己未来的不能够征战奥运会 也不排除还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突然就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所以对各位球迷来说啊 在看到了马龙这种情况之后呢 估计啊一方面会很感慨 另外一方面呢也为他的坚持赶到内幕 从来说我觉得马龙不管将来什么时候退役 他能够坚持到这个时刻已经非常不容易 作为一个34岁的老将啊 我们国兵过往很多球员呢 早就已经做了教练 或者说退役转行做其他事情 你像许昕在这个年纪 他33岁虽然说没有宣布退役 但是已经回到上海和老婆一起创业开球馆 基本上呢不再过问国家队的事情 那么马龙在这个年纪还能够保持 不属于世界地义的状态 我觉得已经十分的了不起了 我们作为球迷呢应该去尊重他尊敬他 不管他打到哪一天 只要他一上场 我们球迷都会去支持农队 毕竟呢当年是他一手扛起了我们国兵的重任 后来在凡政东和王主席他们出现之后呢 才能够稍微轻松一点 我觉得马龙呢作为两轮大满贯 他的成绩啊已经是前无古人了 到底有没有后来者的话 我们呢还可以秩序观望一下 但并不影响马龙本身是一个 目前呢最为出色的世界拼坛运动员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